据媒体报道 近日美军侦察机冒用马来西亚民航飞机电子代码对中国海南岛和西沙群岛进行抵禁侦察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危险挑衅举动 避免发生海空意外 冒用他国民航飞机电子代码 这是美军的惯用伎俩 据不完全掌握 今年以来 美军侦察机冒用他国民航飞机地址码在南海活动已达上百次 美方的有关行为 严重违反国际航空规则 严重扰乱有关空域的航空秩序和安全 严重威胁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安全 性质十分恶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上述危险挑衅举动 避免发生海空意外 中方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 坚定地维护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和安全 坚定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坚定地维护本地区国家一路